浦里镇农会日前举办2018庆祝农民节 即优秀农民表扬的活动 总干事何世宏表示 有别于其他农会 浦里镇农会举办农民节 特别选在农会周年这一天 希望与农民一同庆祝农民节 与农会的生日 并透过表扬优秀农民 希望他们能够再接再历 进进农业的技术 我们今天是保里镇农会 100.3年的生日 我们订做每年的农民节 本来农民节是二月七十九春 我们有这几年中间 都用农会生日来办 差不多多久 可以说这个表演的时候 有我们相关的包括 生产的部分 温宵的部分 和一些活动的部分 包括宿舰家庆 農事 丁丁 可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可以说非常丰富 县长林明珍特别也到现场 参加这场盛会 林县长表示 浦里镇农业技术不断的在提升 近年来也生产了许多优质的产品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浦里购买 品质一定有保证 保里的卡比顺的产量 在我们全国占地位 产量最多 尤其我们保里的卡比顺 这个食物 很好吃 真的好 品质真的好 所以 我们对这些农民 整这卡比顺 我们也要多于鼓励 行销方面 也要多给他帮助 先议员林芳瑜 肯定浦里镇农会的用心 也鼓励年轻人能够返乡 不仅能够帮助长辈务农 在新思维的做法之下 也必定会让农业技术更加进步 可以协助到这些农民 不但贪物质 而且可以增加到他们的收益 这是最重要的 增加重要的希望 我们现在的断层 希望这些农民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很多很多都是我们的市团 路产在做工作 店主也是两个老的 在故事 站在民意代表的角度 我们希望这些年轻人 可以回到自己的故乡 先原料制成 肯定浦里镇农会 以及农民的用心 所栽种的农产品 也备受国际来肯定 值得我们来表扬 以及赞许 最主要是我们的农民 非常用心 真有心地去提供 我们的收削 农产品的升级 和改良 其次都非常成熟 才能得到国际的尽动 所以这就是我们 可以说普利之光 我们的农产品 可以在东京的食品厂 受到国际的 肯定和认同 这可以说非常无用 副委长潘一泉 肯定普利镇农会的用心 也取取这群优秀的农民 能够继续来精进农业技术 帮助普利农业的发展 记者成为伊普利采访报道